罕见 美中军舰近距离对峙 相奸太极 自由派大法官被逼辞职 明星史太龙加入川普私人俱乐部 缅甸最帅和尚被捕 军方通缉超过100名明星 网红 6亿人月收入仅千元 中国富豪疫情期间却暴增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我是袁程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11号星期天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福克斯新门4月10号报道 曾经主演过第一滴血和洛奇等影片的 著名好莱坞明星史太龙 加入了川普总统海湖庄园的四人俱乐部 成为最新成员 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现年74岁的史太龙 以前曾经是海湖庄园的客人 并参加了2016年的除夕晚会 上个月 他被看到在棕榈滩俱乐部 和其他伙伴一起 以举着拳头的姿势和引流念 当地媒体报道 去年12月 史太龙就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俱乐部附近 购买了价值3500万美元的庄园 据早期有关报道 史太龙曾经在专访中表示 他对川普的认同和喜爱 川普还曾经幽默地在推特上 放了一张史太龙眼拳击手 洛奇的经典照片 换上自己的头像 表达自己的战斗意愿 外界也揣测他们彼此的友谊很深厚 但史太龙的代表 目前没有对海湖庄园俱乐部成员的资格 美中在南海的角力不断升级 中共在清明年假期间 还派遣航空母舰辽宁号 编队开进西太平洋海域 引发各国关注 美国海军官方近日公布了一张照片 画面是两名美军军官 正在观察着不远处的一艘航舰 照片注视 马斯廷号驱逐舰指挥官布里格斯中校和斯莱中校 正在导航室监测水面接触情况 而对方那艘航舰的编号16清晰可见 正是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 显示它正在美军的严密监控之下 当时马斯廷号和辽宁号两艘军舰并排航行 除了近到可以看到悬号外 美军也能看到飞行甲板上的舰载机 美军神盾驱逐舰马斯廷号 隶属美国第7舰队第15驱逐舰战队 以日本横须赫海军基地为母港 4月3号凌晨0点左右 离开横须赫港口南下的马斯廷号 出现在东海海域的长江口外 然后一路向南航行 台湾军事专家旅理师分析认为 美军的行动显示 美方一早已经侦获辽宁号编队的动态 并派遣马斯廷号一路并航监控 从东海穿越宫谷水道 向东进入菲律宾海 对于马斯廷号停留长江口 中共官媒刊登一篇题为 美国军舰长时间停泊长江口 它要干什么 我们怎么办的文章 认为美军的目的是向中共示威 试探反应和诱使中共动手 对此 台湾前国大代表黄鹏孝表示 中共跳脚正好暴露中共的战略弱点 因为长江口一带经济发达 重要的经济目标众多 一旦双方发生武力冲突 就像大象闯进瓷链 必然会造成巨大损失 中共最脆弱的要害部位 正好都面对着黄海 东海 台海和南海 黄鹏孝说 美国最近正在研议 要把中程导弹向前部署到第一导链 一旦完成部署 不仅北上广深 甚至整个胡焕雍县以东 都将暴露在美国陆基型 中程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从而对中共造成巨大的震慑 据缅甸媒体伊洛瓦底报道 4月8日 缅甸军方在最大城市仰光北德公镇 逮捕了明星模特帕塔空 帕塔空纪念元旦时发愿出家10天 事后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身穿袈裟的照片 引起网络轰动 被誉为全球最帅的和尚 如今在缅甸军方常常的名人通缉名单上 包括演员、歌手、导演和知名博主等近120人 截至目前 至少4名演员或导演 1名美妆博主被逮捕 对于帕塔空被捕的消息 外界虽然大吃一惊 但并不感到意外 缅甸政变之前 晒个人亮照、晒商业活动等 是帕塔空的日常标配 政变发生以来 抗议成了他社交媒体的全部内容 他除了在网上呼吁寻求国际帮助 还多次走上街头参与游行活动 作为最先站出来反对军方接管政权的明星之一 25岁的帕塔空的影响力极大 短短半个月时间 他的脸书粉丝上涨超过百万 但是现在 他拥有几百万粉丝的Instagram账号和脸书账号都被注销 全部资料都被删除 在2月1号缅甸军方接管政权之前 他刚刚火遍亚洲 但现在 这位带头反抗军方的缅甸新星 即将面临牢狱之灾 据缅甸媒体新时代的消息 一份来自政府的泄露文件显示 缅甸广播电视公司和制片公司都被警告 不要发布上述人士的作品 否则将面临起诉 事实上 缅甸明星们不只限于在国内反抗军政府 还把抗议的声音带到国际舞台上 3月27号是泰国的国际小节选美比赛日 代表缅甸参选的韩磊 泪撒选美舞台 他呼吁国际社会多多关注缅甸局势 帮助缅甸民众 拜登目前计划在高院填充更多的自由派大法官 取消大法官终身制 以便推进他的左派议程 4月9号 左派激进组织《需求正义》发起新运动 要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斯蒂芬·布雷耶立即辞职 因为他反对扩充最高法院 布雷耶大法官1994年 由前总统克林顿任命 今年82岁 他是最高法院三位自由派大法官之一 也是最年长的大法官 他支持奥巴马的医保计划 支持堕胎和同性恋婚姻 并反对川普的移民政策 但这次 他认为拜登扩充最高法院 将削弱公众对最高法院裁决的信心 拜登曾经表示 他将任命首位黑人女性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极左派担心 在民主党人确认拜登提名的人选之前 布雷耶可能会冒险让参议院落入共和党人的手中 因为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 之前拒绝听从自由派和奥巴马的呼吁退休 最终导致前总统川普 在金斯伯格去世后 任命了偏向保守派的大法官巴雷特 白宫新闻发言人萨基 在周五的新闻例会上 也没有为受到左翼团体攻击的布雷耶大法官辩护 萨基声称 拜登认为 这将由布雷耶大法官决定 什么时候不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21财富排行榜 显示在疫情重创全球经济的背景下 中国成为富豪增加最多的国家 北京也成为富豪人数最多的城市 但在同时 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千元 显示出中国贫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次入选福布斯财富排行榜的富豪 共有2755人 比去年增加了660人 新入选的富豪中 中国人占比40% 总数增加到626人 其中超过10%来自医疗行业 制造业和科技业的新进富豪也比较多 新榜单的中国富豪 其中北京去年新增33人 总数增加到100 超过了纽约的99人 首次成为全球富豪最多的城市 此外 全球富豪人数最多城市的前10名分别是 北京、纽约、香港、莫斯科、深圳、上海、伦敦、 孟买、旧金山、杭州 其中中国城市占了5个 不过 纽约富豪拥有的财富总值达到800亿美元 还是世界第一 全球个人财富排名榜的前10名中 美国富豪占了8个位置 另外两个分别是法国和印度人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去年5月曾经透露 中国6亿人月收入才1000元人民币 在大城市连房租都不够 在美中贸易战和疫情双重打击下 中国经济继续下滑 中下层财富继续缩水 富豪人数暴增 说明社会财富加速流向少数人的手中 与此同时 很多底层民众的收入还在生死线上挣扎 日前一名河北货车司机 因为2000元人民币的罚款 喝农药自杀 成为社会下层悲惨境遇的写照 去年业内人士分析招商银行的数据指出 中国2%的人口掌握了80%的财富 还包括大量的隐形富豪 比如省部级以上的中共官员和人大代表等 旅美中国经济学家秦伟平表示 站在台前的中国富豪 其实只是权贵的白手套 中国真正的富豪人数永远是一个谜 如果加上那些隐形富豪 中国富豪人数可能远超美国富豪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转发 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